北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装备了 北魏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发达了 是那个时候贵族的奢侈品吧 才有那种文化自信 你根本就不会去重阳美外 大同号称是雕塑之都 我作为一个大同人还从来没有进过我们 这个中国雕塑博物馆 今天的路过这里了 进去看一看 就位于我们北城墙的五定门的城楼下面 渊源 石根 大同好古的祭石 好梦幻呀 就是文物啊 什么遗址出土的一些地方 整天打造的真正 渊源就在这里 那这应该就是恒山了 这恒山确实是一道天然的群像 大同盆底发掘的旧石器遗址 大型动物的化石 旧石器时代的 一些小工具 普普坑 我们原古人类 占卜用的 大同有一个戏曲 就是地方小戏 叫莲花烙 也是用这种谷来敲 这是一些陶器 这是一个由人工穿孔的一个头骨 但这个是个防瓶是用3D打印出来的 然后汉木群出土的陶制的小动物 这是一些陶陶罐罐 这也是汉木群出土的 现在就是拿来用也不错啊 这也是汉木群出土的陶卷 这是给小人国弄的玩具吗 其实古人 誓死如生 就是生前有什么死后了 他的墓葬里头也会陪葬什么 这是陶制的一个灶台 很小啊 你看一下我的手 这个好啊 这都是有彩的了 月泳 杂器泳 智泳 这都是牧主人陪葬的服务人员 这是个手串 玉石的 做工已经很精细了 猜猜是什么时候的 北魏墓地 这都是用古作的项链 看那个戴右的陶罐 这是北魏时候的 已经做工这么好了 这也是北魏墓地 出土的北道品 这个就雕刻的花纹 以及那个采釉 雾主人叫贾宝 北魏的彩绘陶罐 这也叫同胶等物 陈酒的吧 这个是干啥的 这也太先进了吧 那个时候的人就已经开始 用这个脱下巴了 北魏的精致的 下河的波 这太夸张了吧 北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装备了 这是两个玻璃的小瓶瓶 很小很迷你啊 但它是玻璃的 可以看到吗 透明的 也是北魏时候的 太不可思议了 北魏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发达了 北魏清幼的瓷盘口服 这个罐现在摆家里也不错 盛水啊 插花 装酒都行 看做工多好啊 看看这个碗 勺 颜色 做工 花纹 多精致啊 这是那个时候贵族的奢侈品吧 这叫陶什么 这是一个带盖的陶罐 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那个花纹 雕刻的精细程度 1600年前 大家自己想想吧 这个是陶勇 藏着脸庞 又富泰 大耳朵 大圆脸 这就是国泰明暗脸啊 然后这个罐就大了 藏带的一个大陶罐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呀 这么高啊 塔形罐带盖 罐托 座 也是唐代的 再来看看 这个是干啥用的 唐代的销手壶 这个是干啥用的呢 有谁知道 这个瓷碗就更精细了 原物 元代时候的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酒壶 这是一些微缩版的家具 做的好精致 墓葬里头要啥有啥 这是一个陶制的供台 香炉 竹台 净水瓶都有 这个是唐代出土的大海碗 大瓷盘的 这个好薄哎 看做工多好呀 这个是元代的铜器 这是唐代的一个小瓷瓶 很小很小 考古体验的这样一个平台 供小朋友来体验 感受一下 挖掘考古的这种 乐趣和意义 应该多带小孩来 博物馆看一下 培养孩子的民族情怀 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怀 当我们知道自己民族的那个历史 这么璀璨 这么辉煌 才有那种文化自信 你根本就不会去重阳美外 现在很多小朋友 要比之前的小朋友更加的爱国 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们 生活条件好了 不会被外来的一些所谓的文明 所谓的先进去迷惑 因为外国的那点东西 真的连我们 剩下的边角料都不够 因为有事 只参观了一个展厅就出来了 真正的雕塑艺术还没看呢 下次有时间再来吧